教室里 狐狸猫与小树蛙感叹之前看到的蝶豆花饮料 真的很漂亮 狐狸猫好奇 它有没有其他五颜六色的酸碱指示剂 小树蛙说 今天刚好就是要看看其他酸碱指示剂 在不同的酸碱环境下 会有什么不同的颜色 还记得之前提过 酸性物质会使食蕊式纸变成红色 碱性物质则会使食蕊式纸变成蓝色吗 还有蝶豆花饮料 也会随着不同的酸碱性出现不同的颜色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酸碱指示剂吧 除了食蕊式纸 生活中常用的指示剂 还有广用指示剂 在经过加工之后 可以制作成广用式纸 方便携带及操作 不知道荧幕前的你有没有发现 广用指示剂与蝶豆花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两种常见的检验方法怎么做 第一种是广用指示剂 它会依照不同的酸碱性的强弱 而产生不同的颜色 在酸性溶液中 广用指示剂呈现红、橙、黄的颜色 溶液的酸性越强 广用指示剂的颜色越靠近红色 在碱性溶液中 广用指示剂呈现蓝色、垫色与紫色 溶液的碱性越强 广用指示剂的颜色越靠近紫色 这样的特性 让我们可以容易地判断酸碱性的强弱 另外 分态也是一种常见的酸碱指示剂 分态在酸性溶液中呈现无色 在碱性溶液中则呈现粉红色 我们可以发现在碱性越强的溶液中 加入分态的水溶液颜色会越粉红 在了解广用指示剂与分态指示剂 测定酸碱性的使用方法后 小树蛙和狐狸猫也想来试试 狐狸猫拿着分态指示剂检测溶液的酸碱性 它发现滴入分态后 溶液呈现粉红色 荧幕前的你 可以帮狐狸猫解答此溶液 一入广用指示剂会有什么变化吗? 由于科技的发展 我们在实验室中 常以PHG测量溶液的PH值 不向前面提及的各种酸碱指示剂 我们使用PHG时 只需将前端的玻璃电极进入水溶液中 即可显示数值 如果有其他水溶液要进行测定 需先以水冲洗探测部分 再测量下一种溶液 现在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PHG的原理 PHG透过测量水溶液中的离子浓度 经过讯号的转换后 便可以得到我们所见到的数值 这样便利又快速的仪器 让我们能更方便检测溶液的酸碱性 狐狸猫看完几种酸碱指示剂后 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石蕊式纸跟芬态 虽然也可以判断酸碱性 但是无法像广用指示剂 或是蝶豆花那样 有很多的颜色变化 可以让我们辨识 而且狐狸猫 也对广用指示剂颜色上面的 那一排数字感到疑惑 小树蛙笑着说 这就是接下来要讲的重点了 一幕前的你 可以思考一下 这些数字跟酸碱性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想到了吗 以广用指示剂为例 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酸性越强的溶液中 它的pH值数值越小 碱性越强的溶液中 它的pH值数值越大 意思就是说 今天用广用指示剂 去测试两杯未知溶液的酸碱性 假设发现广用指示剂 滴入水溶液后 第一杯溶液呈红色 第二杯溶液呈黄色 我们可以说 第一杯溶液的酸性比较强 pH值比较小 再了解pH值跟酸碱性 以及颜色跟酸碱性的关系后 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做了其他实验 但却不小心弄混两杯溶液 你可以帮它们找出答案吗 现在我们拿出纯水一杯 同浓度的盐酸与醋酸各一杯 分别滴入广用指示剂 接着插入PHG 我们会发现 橙水呈现绿色 PHG显示的数值为7 盐酸呈现红色 PHG显示的数值为1 醋酸呈现黄色 PHG显示的数值为4 为什么都是酸 浓度相同 加入的量也相同 PH值却不一样呢 狐狸猫想起之前电离说那堂课 有说过电解值在水中会解离出 阴阳离子 而酸性物质与碱性物质 亦属于电解值 所以酸性物质在水溶液中 会解离出氢离子、阳离子 而碱性物质在水溶液中 会解离出氢氧跟离子、阴离子 当酸性溶液中氢离子解离的数量越多 氢离子的浓度越大 酸性强度越强 碱性溶液中氢氧跟离子解离的数量越多 氢氧跟离子的浓度越大 碱性强度也越强 所以狐狸猫认为 透过广用指示剂的实验 确认了盐酸的酸性比醋酸大 可以推论 此时 盐酸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 比醋酸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高 而能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同样浓度下 盐酸能够解离出比醋酸更多的氢离子 小树蛙对狐狸猫的推测给予肯定 并表示这样的现象 会用强弱电解值的概念解释 也就是当电解值能够在水中几乎解离 我们会称为强电解值 在水中如果只能部分解离 我们会称为弱电解值 所以 盐酸在水中能够解离出比醋酸更多的氢离子 我们可以说盐酸为强酸 强电解值 醋酸为弱酸 弱电解值 接着我们来看看碱的比较 轻氧化钠在水中能够解离出比氨水更多的氢氧跟离子 因此我们可以说轻氧化钠为强碱 强电解值 氨水为弱碱 弱电解值 狐狐狐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一 各种酸碱质设计的颜色变化 如画面所示 二 电解值能够在水中大量解离 称为强电解值 在水中如果只能少量解离 称为弱电解值 以酸性物质为例 在水中能解离出越多的氢离子 我们称为强酸 反之则称为弱酸 在水中能解离出越多的氢氧跟离子 我们称为强碱 反之则称为弱碱 最后学完了这么多检验酸碱的方法 同学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一杯上黄下粉的蝶豆花饮料 上下两层的ph值分别是多少呢 如果滴入广用试剂后 颜色会有什么转变呢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然后到留言区跟我们互动哦